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声音是属于群众得 也就是一种所有关系 而另外一个是对着谁说 对着谁讲论 冲着谁 这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两种格 往下走 看到下面的表格 在表格上面 其实我们列出了在上一单元学过的主格形式 ho logos ho logos 那这回的话 ho 有鼠格的ho to 所以目前来说 我们有三个不同格的贯词在这个表格里了 ho 突 头 你还记得我们的冰格长什么样吗 有给你了啊 复数版 复数版 头和toys 头和toys 这边 logos 属格的logo 然后单数的语格版 logo 在分析上还是跟我们之前学主格 学冰格是一样的 你就看到它有不变的地方 有变化的地方 例如 我们用logos logo来举例子的话 相同的部分 相同部分 就是它都有个log在里面 不同的部分是尾巴不一样 主格是个os 属格是个物 语格是一个ou 带着下写yoda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单数的语格是最好认的 因为它带着下写的yoda 一看 带着下写yoda 单数的语格版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还能看得到 在贯词部分 其实跟这里的名字部分 尾巴上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to 这里是logo 没问题 tone 这边是logon 没问题 to logo toys logois 都是oys的尾巴 熟悉的尾巴很有用 它不光可以用在名字里 也可以用在其他很多的词里面 好 往下走 鼠格 书本上的解说是说鼠格就跟英语当中的of很像 或者是加if加s 而语格则为谁 或者是对谁 为某人做这件事 或者是冲着谁 给谁 对谁做了这个事 所谓的间接宾语 间接宾语 不过在前面一个尤其 鼠格这个地方是必须要加以说明的 它不是仅仅表示加一片s 并不仅仅表示加一片s 它不一定只表示一个 属于某个人得所有关系 我们看它下面给出的例子 比如第一个 注意在这儿呢 天使 在讲语音的时候 我说过两个格在一块 两个噶玛在一起 并不发咯咯 而是一个后边的ng 所以 看到鼠格在哪了吗 所以 天使这一块 这是主格版 因为它作为句子的主语 然后后面 它的定语是这个家伙 神德 神德天使 然后legge 讲 未动词在这儿呢 名语在后头 讲道 你感兴趣 你可以把这个放上去 在上面我们有这个词的 一 二 三 还差一个版本 把这个放上去的话 就四个版本都全了 logon 这四个版本就全了 logos logo logo 和logon 其实还差一个 它的呼格 但是那个用的很少 同时 贯词也全了 ho 图 头 这是我们上一次 不是上单元学的那个 宾格版的 动 活 图 头 痛 而且 灌材真完了 因为呼格是不带 灌词的 所以 灌词 至少这一列 就真走到底了 好 再往下走 下一个 这里有两条注释 其实两条注释是 书本 这个 书本底部的那个 底柱啊 比如他说到了 你要小心他下写油档 我说了这也是 单数语格的一个巨大的特征 这判断格的时候 也许单数语格是最好认的一个 然后 鼠格和语格还有些其他的 但没有那么常见的一些用法 这个地方 以后会遇得到 其实你在下面 我们的练习题里面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 到时候我们来看看 也许它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 下个句的 ho angelos lege 都 独五楼 ho angelos 还是天使开头 就是使用了 主歌形式 这是主句子主语 然后lege 他说 给谁说 或者冲着谁说 都 独五楼 下写的 犹大最好认 所以 两个语格版 对着谁说 对着那 夫人说 再跟下一个句子 这回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一块去 如果hoangelos lege don logon du ze w do du lo 诸语 主歌 ho angelos 天使说 lege 微动在这 然后 don logon 讲道 logon 冰语在这 或者说 直接冰语在这个地方 然后谁的道 du ze w 神的道 蜀格 在这地方真是表一个 大概率的话 真表一个所有关系 所以是属于神的这个道 然后 都 都 对谁说 对那 对那 夫人说 给那 夫人说 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为那夫人说 具体的你需要通过上下文来 判定到底是个啥的 好 我们来看看下面能给出的练习 第一个 假如它是希腊语的话 画线的部分 用的是一个什么格 第一个 我爱讲座 I like lectures I是主语 like 微动词 那这一帮的话 我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动作的承受方 这是句子冰语 所以这是冰格 下一个 the teacher's voice is boring the teacher's voice 加一批加S 还真的是 表所有关系 鼠格 鼠格 接着走 这地方不是核无聊 是很无聊 继续 I am cooking for my wife for my wife 其实这地方的话 可以问出好多问题来 比如说I是什么格 句子的主语 句子的主语的话 其实I是个主格形式 然后这里的my是什么格 对 这个也可以问 my是什么格 你可以说my 我的 还真是属于我 可以考虑用鼠格的 然后后面的wife 小心啊 这不是把你的老婆煮了 是给她煮 喂谁谁谁谁 给谁谁 这地方应该用一个语格的形式 下一个 the students eat many cakes the students eat 好 吃 吃 很多的这个 那这是我们的主语部分 那主语部分的话 主格形式 下一个 I have the books of a friend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当你写成一个 of什么什么的时候 还真不完全 是表示 属于谁谁 在这地方的话 我相信教材 它的编写者 是希望你能够 至少说出这个 就是相当于 一个朋友 的加一片 那个形式啊 就类似于这种情况 of friends 相当于这个 但是不一定完全是这个 这个of 也许可以表一种源头 from 来自于我朋友的书 甚至可以是 关于朋友的书 一本 讲我朋友的书 也行啊 I have the book of a friend 论及讲述 朋友的书 也可以 也有这种表示的方式 所以 这样来看的话 它真的不仅仅 只是一个所有关系 如果我们用一个 丙图来表示 属格的话 属格里面 其实只有一小块 表示所有关系 也就是真的 严格等于 在后面加一片的情况 它还有些 其他的情况 下一个 We are making a hat for the tutor 给导师 做一顶帽子 for the tutor 跟前面的 for my wife 一样 为谁谁谁 语格 I hate essays 恨什么 讨厌什么 动作的接受方 类似于第一句话 那个 I like 怎么怎么样 所以 兵格版 下一个 classes and too quickly 这是句子的主语 主语的话 用主歌 也许你以后学的更多了 你可以导回来 看看这些词 它们对应的 希腊语版是什么 我不敢说 在圣经希腊语里面 每个词你都能找到出处 但里面好些词 其实你在圣经希腊语学习当中 学完之后 你还真能知道 它怎么写 好 下一个 说出它的格和树 其实也就是来熟悉它的尾巴 在听程度上来说 就算你头 自干那一部分 前面的部分你不认识 就这个词你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的尾巴 你应该能说出 它是什么格的 什么树的 就这么有意思 只要你能记得住 那些个尾巴 比如第一个 阿德夫 阿德夫 你就算是不知道 这表示兄弟 你看到后面是个悟 这是一个单数的 数格版 下一个 クイリオス クイリオス 主 主 主人 主 在现代希腊语里面 就是先生 Mr. クイリオス 后面是个オスウェバ 这是我们在上海大学学的 主格 下一个 トゥス 应该来说 这个还真不是名词 这是个冠词 这是个复数版的 兵格的冠词 那有了它之后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 再往下写一个 トゥス 甚至我们还可以 从这边推导出这个来 我们上一次课 学过的事件 我是上单元学的事件 Logos 对吧 反正尾巴跟那边尾巴是一样的嘛 你这边是 Oス这边肯定也是 Oス Logos 好 就还差一个了 是吧 假如它出一个 这个主格版的附属 也许这个表格 就写全了 往后走下一个 说 Dulo 这也是刚才出现过的 下写的Yoda最好认 下写Yoda最好认 下写Yoda最好认的话 那Dulo 单数的 语格 下一个 Don On The 罐子 附属的 数格版 下一个 Cosmo 物 跟第一个一样 世界 是 或者说 是人 那这边加了一个物 可以说是人的 或者是世界的 下一个 Nomoi Nomoi 大数版是nomos 绿法 Low 那这边复数版 Nomoi 行 我们可以再补一个在上面 这儿 虽然它不是Log 我们写一个Nomoi No Moi Nomoi 复数版 复数版 那根据这样一个推导的话 它的Oi肯定在这边也用得上 跟它的主格单数一样 宋气开头 这个也是宋气 不过 宋气号 要打在这 于是 这个表格就全了 Hotu Tou Tong Hoi Tong Toi Tous Logos Logo Logo Logun Nomoi Logun Logos 和Logus 好 继续 最后一个 Theon Theon 神 后面是一个Ong的尾巴 Ong的尾巴 来自于Theos 变成了宾格版 单数的Theon 神 好的 这部分我们就录到这么多 下一把见